藍燈水池下課 今天的天帶是由我上學期 去年的話 你們的獎金會不太一樣 另外一種 不過我們一樣會把各種重點都提到 然後現在會講一下國考 其實像這些 basic 的地方 大概就是 你要知道 將來怎麼樣把這個 基本的拉力運到地方 但是要不然你就再做分證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不用放過功能 對 supporting 首先ac прик 當然分成三有部分 一個部份是 最簡單的介紹配戴了整個功能 而它的特色 另一邊是說 如何根本分辨上下 其實這個有一點點無聊 但是 讓人會上下分不清楚 其實是 就是在臨床上是很困難的 因為第一個人長在上面 可以長在下面是很不一樣 可是說拔牙出來之後 譬如說你要做見識的時候 就是說那個人掛點 或者是所有其他特殊的情況 你才會需要說你要分解向向 左上邊右下比較會分不清楚 其實是比較難的 那等一下 就是說我說其實比較困難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有一點感冒 我看就覺得會一直咳嗽 那最後一頓就是講一下 它的所謂的rariation 那rariation 或是epernomal那一張 我們還會再蓋到 但是狀況會有一點不一樣 OK 那我們現在 如果你們上網去Google Kentai 這個字的話 你會發現有沒有看到一堆小狗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個字也 原來就是希臘文裡頭的狗的意思 所以大家看到我的意思 那為什麼要把狗拿來當pennite的來應用 那是因為狗有很明顯的臨時 所以牠們的特徵是很清楚的 所以現在就是被拿來當pennite 那以後你講pennite的時候 在某些區塊 人家就會覺得你是在講小狗之類的 OK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吧 就只是講一下致遠來源 因為我們在編講pennite的時候 也有講到有些什麼叫智孔 什麼叫智跟 知道什麼叫pree 什麼叉叉叉 就是在神的前頭 那primola的意思就是在mola的前頭 叫primola 這樣了解意思嗎 我們簡單的做一下pennite的描述 第一個就是說牠的功能 其實我們想到 剛剛講到小狗的話 牠的資源等於小狗 那想到小狗是 其實不是真的小狗 就是大狗也是一樣 牠的特色就是在於牠兇猛的 能夠露出那兩隻 很明顯的詮釋給你們看 那這就用來做什麼 做撕裂 所以主要的我們的pennite的功能 其實可以想一下 第一個是做撕裂 那第二個是做什麼 就是還沒有上lecture之前 大家可以想到做撕裂 或做下輪 啊不是 吸血鬼嗎 沒有 它其實是銜接你的門面 跟你的posterior 這樣了解意思嗎 牠還是有牠一定的功能 比如說牠作為一個guidance 那以後你們會學到老婆的時候 會說什麼叫pennite guidance 或 國務方群guidance 就是說 你在前途或是側方運動的時候 你在靠血 來做一個平衡的一個 或者是說一個功能上的一個平衡 那個都是由全職來幫忙的 當然也有人用到小狗誌 或其他的 那我就叫 叫做guidance 或是guidance 就是做群體的一個領導 那這只是帶過去 以後你們還會在學到 有這個概念 然後接下來的話 會談一下說 有一點點像全職 有一點不像 有一點像森牙 有一點不像森牙 然後同時又有一點 Pripo 阿勒風 又有一點不適 大概就是說 把牠的關係定位 可以讓你們了解一下說 到底在哪個地方 牠會有什麼樣的特色 這個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就是你看一下全職的定位 是在這個位置跟這個位置 那這個其實有一個 剛剛講到 除了說 上次有講過 就是撕裂食物 剛才講到 銜接前後面的關係 然後另外就是說 它其實是你支撐你的顏面 很重要的 將來 因為牠特殊的長度 跟特殊的形態 牠是你 活得最長的一顆牙齒 當你很多牙齒都掛點的時候 就剩下全職來活著 那牠用來做什麼 牠用來支撐其他的牙齒 用來幫你做假牙 然後用來支撐你的門面 讓你覺得你年紀大之後 不會就整個都是皺紋 你這邊 就是同時我會這樣 前牙的時候 就是講全職到全職 讓你能夠看起來 什麼叫飽滿 上盤比較豐龍一點 然後不會疊臉的疊嘴 那這個東西 其實都跟全職的存在 非常有關係 那當然 常常牠就會是冒在 外側面的那顆 那如果你牙齒很擠的時候 牠看起來就會很礙 那很礙眼的時候 我們做腳症 他們並不會把牠拔掉 而是拔掉到後面的小舊子 這樣瞭解嗎 所以牠是非常重要的 那大家會想說 其實牠跑在外面 很多家長都覺得 牠跑到外面去把牠拔掉就好 可是我們不會這樣做 就是因為牠真的太重要 那有多重要呢 將來會再講 那這邊也是你稍微就 看一下就說 那有一些TERM 叫什麼 Caspid 那為什麼叫Caspid 就是有一個尖尖的牙部 叫Caspid 這個Cerminology 還是要知道一下 就是Caspid 這個地方 然後Iatis 就是牠是最重要的牙齒 之類之類之類的 這個也沒什麼態度 因為Primola的話 因為到時候就有200Caspid 所以 相對於Bip Caspid 拳子又叫做Caspid 其實就是因為牠只有一個牙部 要了解嗎 那沒有牙部的 像Pensizer 我們就不會聽到Caspid 這樣了解嗎 所以牠每一個TERM 都有牠自己努力痕的地方 你們要自己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講說Caspid 這樣對不對 Caspid 是對的 就是在講拳子 如果我們沒有講Canine 講Caspid 那聽不懂的人 如果比如說 像我說我們要課Caspid 那我們講Universal 第幾顆的時候 那你就要耳朵豎起來 仔細聽一下 是1234565 哪一顆 可是Universal 其實不是我們常常在用的 所以不會這樣我們 我正開玩笑 OK 好 那我們現在講一下 它正式的功能 剛剛講過了貓狗等動物 貓科動物 不管是哪個種科 就是獅子老虎這些等 其實他們靠牠的話 就是拿來撕 因為牠實在就是太明顯了 那另外的呢 這個地方 你就稍微看一下 對我們人類來講的話 剛剛有講到的連面的問題 說看起來不會塌下去 你的臉塌不塌 其實就是看你全子在不在 就這兩顆 如果你發現你去觀察一下你 我不知道你爹爹奶奶還活著吧 應該是 你可以看一下 他們如果全子在的 你會發現 其實看起來 皺紋不會太多 是如果全子被拔掉的 你就會發現 它這邊是有點塌下去 那從側眼面看 這個也是會塌下去 那這個大概就是說 我們說的 supporting你的膨脹 就是你的功能度這些 那當然剛剛講到 基本的功能 就是撕裂食物這些等等 還是有的 這個OK嗎 剛剛講的protective的功能的話 剛剛就是有看到的 關於咬合的問題就是 在你 在前面跟轉換 跟後牙轉換中間 它是一個就是 就是算是過渡性的牙齒 後面是在磨碎 可是前面也是在cutting 那全子剛好就是既有磨碎 但是事實上它不是真的磨碎 它cutting的功能還是比較強的 所以如果人家要跟你講說 全子的主要功能是cutting 這是對的 也是對的 撕裂也是對的 可是如果他講說是磨碎的話 那這樣就不對了 那補考題其實也是蠻XXX的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四個答案中 如果有一個答案是最正確的 請你們就不要猶豫就選它 你不要去選說 那個AA一看就是對了 那B好像百分之幾年可能是對 對不起 這樣去爭議都會錯掉 因為其實正確答案就只有一個 在多數的選擇題裡頭 你看哪個是最正確的 就是那一個 那你不要去想例外 考試都會跑通的 這樣叮咚的 現在順便就會教你們說 我考因為我們這次去參加 可能有些學長 考完也不是很順利 就會提出很多疑義 就是書本要看 然後不要想太多 正確的只有一個 出題其實大家節目都會出得很漂亮 那你不要去找例外 即使找了例外領取證 那個也是在常規裡頭 我們都會以課本為優先 那課本裡頭要帶出說 譬如說這通常 譬如說全子通常很犀利 對很銳利 對通常是活最長最後掉了 這也對 那你不要講說 可是我阿嬤的好像先掉了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就不要選 這個就是找自己麻煩 你懂意思了嗎 因為平常大家都認知裡頭 全子是最後掉了 沒錯 那你就不要講說 阿嬤就是先掉了 那那會怎樣呢 他可能小時候因為爆出來就被麻掉 這樣了解有意思嗎 這個是考試的時候順便提到一下 你們自己要去 那剛剛第三個就講 Can I Guidance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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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ing 的那種 Guidance 這個將來還會再學到 所以你們不要去 那個 就是有個概念就好 OK 老合的時候會再講到 而且將來大師或大我 不知道你們放在哪一年 老合學會上一整個學習 這樣了解嗎 那你只要有一個概念 你現在開始學 其實有兩個主要的 Guidance 一個是can I 一個是grouping 這樣了解 他就是幫你保護住說 你在磨磨的時候不要去磨到 或者是說 然後衝得太快 就沒有了他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所謂的 General 的一個描述 我的描述 這前半部 前半上半堂 我會照課跟講 可是下半堂的話 因為其實課本寫的不是那麼好 為了改版沒改版 那有些東西不是特別好 就是說 我說不是特別好 我的意思是說 邏輯性不是很強 那我們大概就是會把說 所謂的 Can I 應有的東西 我們會介紹出來 然後下面的話 會把 Can I 所有的描述 又再講 從頭講到很清楚的描述完之後 你大概就是跟誰你都跟得出來 左右跟 應有的會跟得出來 那當然最後我們還是會再強調的是 他跟上下二的 Can I 有什麼差別 這樣了解嗎 嗯 我就不會把它像課本剛剛弄得很散 因為課本它就反覆一直重複 可是其實你要看的重點 其實就只有一個 你就重複 去看那個 Aphant X 就是那個後面的那個附附的 我就夠了 那所有的課本 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那裡面 如果你沒時間看 看上後面的其實就夠了 那首先我們再講 Size Size 的話 它是我們號稱最長的牙齒 這樣子這句話就是對的 我現在為什麼一直會跟你們強調 就是說 你們看到課本講的是說 Tenna 是最長的牙齒 對 Tenna 是最大的牙齒嗎 不一定 最大的意思是包括 Crown 很大 那 Crown 很大 Molar 一定大的它 那左右兩邊的寬度 所謂左右兩邊 你說左右兩邊這樣是我的形容詞 不對嗎 不對 我們牙科學生要講什麼 Mate CLDISCO 知道嗎 中線畫下來 Mate CLDISCO寬度最大的 是誰 這個到時候會考 你們補考的時候 會考 你是門家還是可以耐 還是大舊子 還是小舊子 所以 如果他講最長 這句話是對的 這樣了解 我現在就會講重點而已 那其他不是重點的東西 你看過去 有個印象 然後不要說 吹毛求疵 就是學習的話 你要抓重點 可是有些東西 像 如果是考風則蓋熱 你都要唸過去 你會有印象 這樣OK嗎 那我們等一下看 他有多長 OK 他這邊的描述 其實你就看一下 就好了 然後你說 Mate CLDISCO 然後你說 Mate CLDISCO 都是上面比較 Mate CLDISCO 所以你不要去抓 乳病 這樣子 了解嗎 然後左右兩邊 這樣子 是不OK的 你要講Mate CLDISCO 我們講 FACOLINDURE 這樣知道嗎 FACOLINDURE 如果 了錯的話 是這樣才是對的 OK 然後那個dimension 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現在看一下 這邊的長度 你看一下 CROUND的長度 大概是10 然後這邊可能到11 可是這是一個平均 這件事情要注意 是平均 平均 那他書尾上有這樣講 你會發現 所有的數值 你們從這邊看到下 從這邊看下來 有哪個數值 其實是Mate CLDISCO MXILA 大美 其實那就是你要注意的 因為我們在講 MXILA 你自己嘴巴張開 就知道你上面的圈子好大 好大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 全部通通是大的時候 你只要注意例外 誰比較小 第一個就是CROWN的LENSE 但是10.6跟11 其實差沒多少 這樣了解嗎 但是特別有描述 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有這樣的題目 你就要非常精確的去看 是CROWN LENSE 還是ROOT LENSE 請你們要看清楚 因為題目就會在這裡頭 反覆很機車的出現 因為我們這樣一個 chapter 比如說要出古實題 那你覺得會出到什麼樣子 它一定A到B B到C D到E 就是A到D 一樣的題目 它可能反覆會出現三個情況 比如說我會說 請問一下 平均來講 平均 你看我都會講平均 通常 題目通常都會這樣寫說 上二的全齒是最長的牙齒 我沒有講長度 也沒有講CROWN 也沒有講ROOT 這樣這句話的需求是對的 這樣了解嗎 那我就會講說 偶爾 比如說 偶爾下二的牙冠 會比上二的牙冠長 對不對 對 偶爾 或是說平均而言 平均而言 下二的CROWN 會比上二的CROWN 長 全齒 這樣還是對的 可是如果我說 下二的全齒的全長 下二全齒的全長 比上二長 那就是錯的 這樣了解嗎 下二的牙根 比上二的牙根長 這也是不對的 通常 我們題目都會講通常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們要看清楚 OK 另外 還有Curvature 怎麼叫Curvature Cervical Curvature Masial Dispo 側面看 它的幅度 斜彎的比較誇張 一點點 是Mandacle 所以這個地方麻煩你們要蠻注意的 這個比長度還來的更 不被注意到 應該是這麼說 然後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永遠近心側的character 一定比遠心側的來得多 所以你在看一顆牙齒 你要去評估它 它是近心遠心面的時候 你把它一立下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是主右邊的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聽得懂嗎 所以你要看的時候看 我們到時候畫出一個這樣的curve 跟一個比較平的curve的時候 我就已經決定 它是近心面或遠心面 那同樣你在刻牙的時候 你的curve 有刻的這樣 還是刻的這樣 懂意思嗎 你如果說我們的curve 就是我們要講 cervical line 你刻的這樣子 非常明顯的時候 那我會認為你這一面是近心面 知道了嗎 那你刻的平一點 那我就認定它是遠心面 然後我們這樣舉起來 我很容易就知道 它應該要怎麼辦 這樣了解嗎 所以它的每個重點都是重點 就是說請你們注意一下 curve 來講 是下惡的比較那個 等一下會再講一次 那另外它又再講到general來講 這個也是我們看來是什麼形狀 從哪個view看 這個很重要 永遠永遠 牙科的題目你都要看 從唇面看 還是從舌色面看 還是從近性面觀 還是從遠性面看 還是從搖和面觀 總共有五個面 請看清楚題目從哪邊看 那一樣的我們在敘述的時候 我們也是說nabel u 它是一個 pentagon 的形狀 對嗎對的 它是五角形 沒錯 那你不要講說它是正方形 長方形 T形好都不對 這題目其實也就這樣好 那這樣聽得懂嗎 OK 很重要很重要 然後呢 它會告訴你說 從正面看 Mexila 的地方 就會講到 將來這邊有一個 這個叫什麼 Cast Cast per tip 對不對 是不是 都會重複 所以你們不要太擔心 第一次沒有聽清楚的話 Cast per tip 那個點 以後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因為到時候還有中線 軸線的問題 就是說在整個牙齒 中軸的時候 Cast per tip 落在哪一邊 你們要去注意 等一下會再講 然後另外就是 Cast per tip 這個牙齒的兩旁 這樣子 這叫做Srop 或是Marginal Ridge 誰比較長 遠心比較長 或近心比較長 這個也是 每一顆牙齒的必考題 然後另外就是說 它Servico 接這邊的幅度 大一點或小一點 你們要去看一下 那它這邊寫 Miceo Cast per tip Shorter than the distal Cast per tip 其實幾乎所有的牙齒都這樣 可是到時候就會有一個例外 小舊齒就會例外 第一小舊齒會有例外 所以那個例外的話 小舊齒就會拿出來 要不然通常的話 都是近心側的 這一段 對不起 為什麼摸不到滑鼠 摸不到滑鼠沒關係 這一段比較短 這一段比較長 那就是這一段叫Shorter Shorter than the distal Miceo Shorter than the distal OK 這個請你們要注意 幾乎所有的牙齒都這樣 只有到時候會叫小舊齒會是例外 然後另外這邊的幅度有多大 他會講 然後也是你們要去注意的 OK 有沒有問題 我們就是一邊講重點 一邊講考題 跟你講考什麼 然後怎麼考 然後你就怎麼記 然後這一個angle 好 不用太擔心了 等一下又會重複 因為其實一顆牙齒能夠講多少 我們上次去年請的一位老師 他全部就TOTO來講 兩個小時的課 講了50分鐘不到 就講不下去 因為他覺得這實在是 只有四顆K9很難去講 梅牙還有幾顆 梅牙有幾顆 梅牙有八顆 不要忘記 梅牙有八顆 OK 我現在講的Convex 請你們要不要注意一下 Convex Contact 再下來的話 從我們的K9 或是姆牙 就一直用到 用到我們的MORA結束 Convex Convex 可是除了附近 都是相對的 Convex 只是這邊稍微橫横出來一點 Convex 那你要不要去管那個C-O-N 你如果不知道什麼是那個的話 你知道Cav Cavity Cavity 是一個動的意思 因為我猜想有些同學 其實對這些Cavity很難記 那如果Convex跟Convex 搞不清楚的時候怎麼辦 那很簡單 Convex Cav的話 其實是Cavity 這樣知道嗎 Cavity就是一個凹洞 那你只要記一個凹洞 那Convex呢 就記起來了 所以那個C-O-N 你不用去管他 所以就會有字頭跟字文 那Convex當然就是指突出來的 那這個會反覆一直出現 所以你們要注意 我們在形容的時候 你們在看題目的時候 請你都要去注意 然後他會講說 這個地方是由你的第幾的LOG MIDAL LOG 所形成的 就是 好牽牙 你可以看得到 MALALON 你剛上了啦 1 2 3 3的LOG 好 所以TENAN有3的LOG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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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小組長 這麼通 TENAN有3個LOG 對嗎 蛤 誰 對不對啊 蛤 蛤 對啦 不對 這個穿格子的 戴眼鏡穿格子的 就是你藍色 就是 六點玉色的 這一個 這一個 第二個有人的 這個 是 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不管你穿什麼顏色的 我問你TENAN有3個LOG 對不對 蛤 對 對喔 是的 確定 那我們投票一下 有3個LOG的舉手 趕快 快 快 已經在竊底了 快 看他有3個LOG 對不對 因為你只看到Nibiosite 它還有一個 Nibiosite 還有一個Singular 它是第4個LOG 不要忘記 所以你們說前牙有3個LOG 你是只看到前面 所以你在牙齒是要整個翻出來看 OK 好 剛剛講的C 就在 不行 這邊太遠了 就是講這個地方 有一個Toto的Confect Confect嗎 還是Contact Confect 它會講Confect Toto的地方在這邊 Viddle、LOG形成 OK 然後剩下的 這些到這邊都會在講 所以不要安心 現在不是一開始立和理 它現在在講的 哪邊寬 哪邊窄 其實這支糧食也是滿凡的 這邊相對而言是比較寬 然後相對而言這邊比較窄 然後我等一下還會講 這邊往這邊收縮 然後上面跟下面有差點 我一直會重複 所以你不要擔心 上面這邊會凹凹 有一個depression 下面的話這邊是胖胖的 所以一點點差異而已 然後誰管誰改 這個是必考的 每次都會拿來問 因為它有一點不明顯 incident lower 也是一樣 所以你不要以為incident messio distal 還是比較短的 shorter linger 跟facial 是比較大的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OK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觀察的 然後正條線 在 nexial 比較直 就是 cospital 會落在正中央 然後 lower 這邊會有一點小小的幅度 往facial 寫下去 然後 cospital 就會落在正中央 這個會重複 所以你不要提張 現在只要這張 我們只要告訴你誰寬誰宰而已 這樣可以嗎 好 你看到沒有 similar to manipular inc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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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告訴你 如果題目出出來 以下哪一個的 messio distal 大於 linger facial 那你就有很多牙齒可以選 所以這種題目是很活的 但是觀念上 你要記得誰是誰就好了 這樣了解了 好 好 接下來的話 就再講 從哪裏面 你如果有這個概念 知道 你的 近遠心是比較窄 一點點 相對一點窄的時候 那root呢 root 就是廢話 對不對 這時候你就知道了 這個i 就是指root 的斬眉群 我這樣子一定是小如 possima you 對吧 是不是 如果你有剛剛的前頭概念 你現在就知道 我這個講的i 這個就是廢話 然後再講說 往哪邊 tilting 往哪邊收縮 聽一下 crown 的 tilting 是從這邊 往 root 收縮 paper 就往這邊 taper paper的意思是 就是倒 往哪邊傾斜 paper tilting 跟公司同一個意思 往這邊 走 有沒有問題